繼三年前的電影《武俠》之後 亞洲男神金城武再度來台 為吳宇森導演的新作宣傳 大家好 我是金城武 很開心今天終於可以在台北 舉辦這個記者會 與同戲重量級演員 黃曉明 宋慧喬一同亮相 難得在台灣露面的金城武 成了媒體關注焦點 特別好奇他的感情世界 在新作品當中 金城武飾演一位二戰時期 台灣籍的日軍軍衣 和日本女星長澤雅美 有段刻骨銘心的愛情 在片中飾演另一對亂世佳人的 黃曉明和宋慧喬 也和金城武有不少對手戲 宋慧喬直言他從小就崇拜金城武 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希望日後還有合作機會 我真的非常喜歡的老師 我從小的時候很喜歡 所以我當初拍攝的時候 很驚訝 很驚訝 其實金城武真的沒有很老 我們再次光鎮試聽 宋慧喬是導演吳宇森 第一個敲定的主角人選 為戲要練跳華爾茲學彈鋼琴 但最大的挑戰還是中文台詞 片中他和黃曉明一場送別的戲 讓初次合作的兩人都印象深刻 送別的時候他說送不要送送了送了就別了 所以當照片裡出現我的背影 我在後面的時候我覺得還滿感動的 我配音的時候這段哭了 這一部斥資台幣20億打造的華語史詩愛情劇片 集合亞洲一線男女明星 導演吳宇森的愛女吳飛霞 也在片中飾演金城武的大嫂 另外電影有不少場景是在台灣拍攝 像是陽明山 九份和墾丁 讓電影還沒上映就深受台灣影迷期待 中央社記者張雅婷 張新瑜 台北報導